你看你这么瘦 一点肉都没有 去健身房没用的 练不壮的 就是啊 你起码吃胖点 长点肉 才有基础给你练嘛 你连一个俯卧撑都做不了 健身房这些杠铃 哑铃 你有力气玩吗 别白费力气了 让你妈给你炖点汤 滋补一下 把身体素质弄起来 再去练嘛 多闷了啊 没事没事没事 睡吧睡吧睡吧 一点肉都没有的纯瘦脂 真的可以直接练状吗 老粉们都知道 我在健身前 就是一个皮包苦的超级瘦脂 喝了两年中药一点用都没有 后来鼓起勇气去了健身房 就是从最瘦的状态开始 直接练状的 所以这集视频 我想给这些一点肉都没有的 零基础瘦脂 重拾一下信心 想明白为什么可以直接练 应该怎么练 如果还有人给你逼到到要吃胖点再练 直接把这片视频甩给他 有理有据的让他闭嘴 哈喽大家好 我是卓叔 这里是瘦脂珍重的百科全书 我们先来堵住第一个嘲讽 你一点肌肉都没有 是练不壮的 这么说的人 年轻的时候 生物考试可能没考及格过吧 首先 再瘦的瘦脂也是有肌肉的 我知道别人的手臂都这么粗 上面圆滚滚的这么一大块肌肉 而我们瘦脂的手臂一点形状都没有 但就算手臂这么细 这块公二头肌还是在里面的 公二头肌的作用是 把手臂从前面弯曲抬起来 如果公二头肌缺失了 手臂是动不了的 抬不上来的 这就不是瘦不瘦的问题了 而是属于残疾人的范畴了 瘦脂跟普通人一样 全身的活动都没有问题 虽然肌肉体积小不容易看出来 但并不是没有 人体里的六百多块肌肉 瘦脂一块都不缺 其实这句嘲讽的重点在后半句 你是练不壮的 一般还会接一句 你要吃胖点才有肉给你练啊 我确信它的生物没有考及格过 瘦脂练状并不需要先吃胖 因为你吃胖胖的不是肌肉 而是脂肪变多了 那也可以啊 你去练练脂肪不就练成肌肉了 这也是不可能的 肌肉和脂肪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组织 肌肉是由肌细胞组成的 也就是一根一根可以收缩发力的肌纤维 肌纤维的数量越多 横结面越大 肌肉就越大 力量也越大 而脂肪是由脂肪细胞构成的 这些脂肪球就是三显甘油脂 脂肪球量变大了 脂肪细胞体积就会扩增 你就会发胖 虽然都是让你体积变大 但是这两种细胞类型完全不一样 还都是高度分化的细胞 不具有全能性 所以是不可能互相转化的 就像油跟水不能互相转化一样 肌肉要变大 不需要任何其他物质来转化 大肌肉的原料 就是瘦脂体内目前看不太出来的 小肌肉本身 只要你进行适当的主力训练 再受到刺激的肌纤维里 肌小结的数目就会开始横向增加 使得肌纤维的直径开始变大 积累到一定程度 就可以右眼可见瘦脂的胳膊变粗了 肌肉变大了 所以不要在误导边说什么要先吃胖了 瘦脂想要练状就直接去练 肌肉自然就会开始增长 哪怕速度慢一些 效果差一点 也是会越练越大的 好 我们来继续堵住第二个嘲讽 你力气这么小 哑铃都举不动 等身体素质好一点再练吧 哎 这句话还真说到点子上了 我们确实有不少特别瘦的瘦脂 力量水平很差 一个标准的腐活称都做不起来 两公斤的哑铃举几下很快就举不动了 这个不夸张啊 有部分特别瘦的瘦脂就是这样的 如果你理解不了 那说明你还不够瘦 为什么瘦脂的力气会这么小呢 因为大部分的瘦脂 由于长期缺乏锻炼 以及基因方面的问题 肌肉量会严重低于正常水平 力气当然就小了 甚至还有研究表明 偏瘦人群中的一型肌纤维的比例 比普通人和胖子要高不少 一型肌纤维也叫红肌纤维 就是那个体积比较小 力量也比较小 但是耐力还不错的肌纤维类型 这就好像很尴尬了 总之就是 我们瘦脂在肌肉和力量方面的天赋啊 实在是太差了 所以很多瘦脂尝试了一两次之后 就会觉得自己实在是太弱了 可能还没有达到能练的条件吧 那要不就先打个退堂鼓吧 其实大可不必 因为力量啊体力啊这些东西 都是可以练出来的 适当的阻力训练 可以横向增加肌小节的数量 让肌纤维变粗脊油变大 力量水平也会同步上升的 但我实在太瘦了 两公斤的哑铃都很吃力 这样也能练吗 是的 力量训练也是可以循序渐进的 两公斤的哑铃举不动 没有关系 矿泉水总能举得动吧 我们可以先把矿泉水当哑铃用一段时间 觉得没难度了 再换个大瓶的试试 这样慢慢的加上去 再瘦的瘦子 也很快就能搞得定 两公斤 四公斤 甚至十公斤的哑铃了 这里我给瘦子新手们 总结出一个提升力量水平 最有效的方法 大家可以做一下笔记 这个方法就叫做线性加重 第一 先做好热身 第二 选择一个一口气能做 七到八次就没力气的重量 具体多重阴影而已 如果你使用两公斤 做八次就没有力气的话 那就使用两公斤 第三 按照训练计划里的动作 高质量的完成计划主次 例如四组六次 或者五组五次 第四 观察主次完成的情况 如果可以用这个重量 完成计划中的主次 而且是动作质量比较高的那种 那么下次我们就加一点点重量 如果没有办法完成主次 或者勉强完成了 但是动作变形了 那么下次就继续维持 这个重量不变 就这样 能高质量的完成主次 就加重 不断的一点一点往上加 是新手进步最快的一种方式 我们带军与练的时候 从一开始深蹲 30公斤做足起步 每周蹲两次 每周都小幅度的 加重5公斤左右 在第六周的时候 已经顺利用60公斤做足了 并且成功挑战了 深蹲100公斤的极限 这个效果外行人看来可能会有点夸张 但只要你学会了线性加重策略的话 也不会差到哪里去的 总之如果还有人说你力气小别去练 你别管他 偷偷去搞个线性加重 不出两个月 你就能够用实际行动对他啪啪打脸 其实除了倾盆弃友的善意嘲讽以外 我们受指的心态也是个大问题 就是有点自卑 不敢去健身房 到现在还不敢去了同学 来扣个1几何一下 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健身房前 胡思乱想的特别多 觉得健身房里都是身材很好的 肌肉男和小姐姐吧 我一个弱季在他们中间练 感觉很琢啊 后来硬着头皮跟着同事去练的时候 就总觉得周围的人都在看自己 一个是自己的手臂太细了 特别的尴尬 特别是在更衣室换衣服的瞬间 除了我以外都是肌肉男 截则要射死了 后来起码有半年的时间 我都在公司换好长袖的运动服 再去健身房练 这样感觉才会好一些 另一个是训练的时候 因为自己的动作不是很标准 所以觉得很丢脸 做两下呢 就会回头看看有没有人在看自己的动作 总觉得小丑就是我自己 特别是如果有个动作很标准的 肌肉男就在你旁边练的时候 我可能会选择马上换个动作 我觉得这种感受 有非常多的兽子都有体验过 后来在我稍微练壮了之后 看到有兽子新人第一次来 我心里默默地说了声加油 然后就开始练自己的了 再也没有留意过他了 那会我才意识到 当年那种尴尬的感觉啊 其实只是自己的内心系比较丰富而已 大家都各忙各的 根本就没有人会注意到你 所以真的不需要想这么多 我们戴个耳机 找个角落 举起哑铃 滴滴掉掉地练完就好了 时代没有信心 也可以先用弹力带再加练一段时间 把基础的动作模式都熟练了之后再去 就有信心很多了 还能积累足够的力量水平 搭好基础 其实更重要的是 你要勇敢地迈出第一步 珍重之路就成功了一半了 这几年我收到了很多粉丝投稿案例 身材都有很大的变化 其实说实话吧 他们反馈的训练情况 蛮多都是乱七八糟的 有时候我心里会想 我的视频和文章不都讲过了吗 你怎么还用这种方式练呢 但其实没有关系啊 因为他行动起来了 哪怕他练得没有这么对 身体总是会给出反应的 只要行动了 就一定有回报 如果你是一个一点肉都没有的纯瘦指 不要管身边的人怎么说 明天开始就直接去练起来吧